是于紧张情势之际 中国大陆宣布6号开始和俄罗斯进行自2019年以来 第六次联合空中的战略巡航 国防部昨天发布消息 根据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 双方当天在日本海东海相关空域 组织实施第六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但就在6号下午南韩军方指出 侦测到四架解放军军机 四架俄罗斯军机进入南韩南部 以及东部海域防空识别区 虽然并未入侵领空 但南韩空军人出动战机升空 采取战术措施 南韩表示给予中俄军机警告 而日方也在中俄军机飞进日本海之后 升空阴影 除了中俄联合军演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也宣布 直到6月20号为止 有在日本海以及俄祸刺客海 展开太平洋舰队军演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有超过60艘舰艇以及支援舰 约35架海军军机海军暗防兵 以及超过1万1000名的军队人员 参与本次太平洋舰队军演 我请委员谈一下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在日本海 还有东海相关海域 也实施了今年第6次的 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注意哦 中国跟俄罗斯两个核子大国 日本海跟东海 注意今年第6次了 另一头呢 在海上的部分 万顿驱逐舰安山号跟护卫舰01号 穿越了这个对马海峡 进入日本海 那也是一个呼应的一个概念 为这次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实施海空联动 大家看到没有 海上的空中的 一整套的都来了 在东海相关海域 解放军的舰艇也进行了 侧应联动 都不会是形单引之的啦 都是空中海上一起的 那另外6月5号呢 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也宣布 也要在日本海举行 大规模的演习 同时太平洋舰队 60艘的舰艇 再加上35架飞机 还有暗防部队也参加了这个演习 总兵力一共超过了1.1万 与此同时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6月6号也说 有四架中国的军机 跟四架俄罗斯军机 当天一度进入韩国南部 东部海域的防空识别区 大家知道嘛 防空识别区 并没有明确的这个法律上的效力 但是迫使了南韩跟日本 紧急出动战机升空阴影 怎么看 真的是打法变了 这个策略是对的啊 你演习你的 我演习我的 那这个日本海 公海啊 百分之百的公海啊 不像台湾海峡 还有点特别的 自由航行 就是个自由航行 自由演习不是吗 对 日本海是在 这个靠近中国的 附近的海域里面 算是深度比较深的 其他东海都没那么深 那渤海更浅 黄海更浅 所以基本上很浅 台湾海峡也很浅 最深的地方就是日本海 唯一演习总该到比较深的地方演吧 对 那前不久 不是美国跟韩国就在那边举程于演习吗 对 他目的当然是下湖北韩嘛 可是你下湖北韩 这个日本海的域内国家不只有北韩 还有俄罗斯 那当然俄罗斯要演习总该找个兄弟帮帮忙嘛 比如说我要去哪个地方吃个热炒 我也跟韩冰讲一下 都要再一起去 前面打混一下 这跟美国带加拿大去通过台海一样 一样的道理嘛 对不对 那现在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是越走越近 谁造成的 不就是你美国造成的吗 那你现在俄罗斯调动规模不小 一万多人 对不小 上一次美国跟南海的这个演习 也号称一万人 那俄罗斯很皮 多加一千人 这个实在很幽默这件事情 那中国加进去 那一定会经过什么 韩国的航空四北区嘛 那航空四北区经过没什么了不成的事情 航空四北区没有法律效果 说我不能进去啊 对不对 谁都进去啊 那你说韩国的军机马上紧急升空 你紧急升空不紧急升空有什么关系 没有差别嘛 可是这个俄罗斯跟中国的军事活动联合 而且就在日本海 看在眼里面当然最担心的不是韩国 一定是日本嘛 当然 日本想一想说 我靠美国靠得这么紧 但是你要想想看 你换来中国跟俄罗斯 在这方面增加活动 好吧 没关系 下一次你日本美国再来 那好 中国俄罗斯再来 就像一个什么 一个不断的一个海域 有军事活动越来越密集的话 对日本好吗 你们要先想清楚 你本来是可以当无事人 跟什么事情最你没有关系 你偏偏要在美国那边当他的抓牙 那你自然要去承担这个后果嘛 就像加拿大 他下次还敢单独一艘金券到台湾海峡吗 打死他都不敢 老大的下场摆在眼前 因为加拿大的蒙特罗号在前面 然后美国的这个中云号在后面 解放军的苏州舰就偏偏撞后面的 要假装不撞你前面 就是给你打大哥给小弟看嘛 大哥我都敢惹你小弟算什么 冲你还以又敢来吗 而且是媒体报导说 蒙特罗舰的舰长还说 是我紧急告诉中云舰的舰长 要赶快转弯的 因为有一个苏州舰冲过来 而且我们还特别给苏州舰 一个高度的肯定 为什么 苏州舰才7500吨 那个中云号是9500吨 是用小船去撞大船的话 谁吃亏 所以我今天也看到 当然是苏州舰吃亏 说什么 说苏州舰抱着牺牲的决心 是啊 他7500吨就撞了9500吨了 这个就像我去转 跟馆长一样 这是不是倒霉吗 那有句话叫什么 不要命的最大 对不要命的最大 没有错 最可怕 但是在台湾岛东部 就不一样的 苏州舰是7500吨 然后那个日本 那个神通号 就5500吨 他当然要躲远一点 不过台湾的媒体 报导很好笑 他说苏州舰 在台湾东部海域 这个出现 然后日本的神通号 紧跟监视 台湾的媒体乱报一通 为什么 因为日本那个神通号 5500吨 本来就是要靠台湾岛的东部 由南向北回家 他是要航行回家 苏州舰特别从台湾海峡 跑到那边去 就是盯你的 苏州舰在监视神通舰 不是神通舰在监视 就很简单嘛 比如说孙大仙 每天正常回家路线 我很少在那边 我特别从这边赶到那边去堵你嘛 堵他 故意堵给你 堵你 故意演给你看嘛 还故意把那个什么 舰上的 苏州舰 舰上的直升机 起飞 那是攻击讯号耶 那是 那个是战斗直升机 准备攻击用 不就能问韩兵凶 这个神通舰可以去国际法庭 告那个苏州舰跟骚法 所以一个要回家的人 他苏州舰老远跑来 就是要堵你嘛 什么让你监视 我就台湾的媒体乱报一通 因为他在那边到的时候 到定点的时候 开始在那边起降演习 那起降演习 就是攻击的一个训练嘛 结果那个什么 那个神通舰就停在那边 呆呆的不敢动 台湾把它描写说 我特别来监视你 你根本不是特别的事 他是想说什么 比我大的美国军舰 我都敢这样 你日本算什么 我来 日本的军舰才5500吨 你那7500吨 就是硬是比你大 大了相近四分之一 苏州舰现在变成一个铁血战舰 一战成名 咱们先变成一个铁血战舰 痰面